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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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中образ 쪽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不故地做来所说 translated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可多世界西иш行镜与点栏目 毫加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的 实在是 WRitas Bueno 这样很难 如果你尝对我学习们 dra selbstasi 卖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呢 因为 lá hacking 是几年 有一個湯門嶺 但是在做貨 你想想香港做 要租一個工場 有工資 去煮 送貨 包裝 我的利潤 其實他真的 他賣六七十塊 因為我已經就他們 放十塊八塊一包算了 但是 加起來 有些人經常說 你自己做廚房 或者自己買菜 在家裡煮東西就知道 你每次這樣計算 真的太過 真的很難 阿正說得對 如果你外出吃東西 給了三成 如果你有四五成 就直接吃財 應該是很難 嘩 他就倒閉了 是吧 你直接當他 神般拜 嘩 良心到 你不可能 那個營商環境 是吧 你收到你的錢 當然你說 回復以前 我經常跟你們聊天 當然是 可能成為正的父輩 那些 再大過我 十幾十年 好像我的老友 他是我的粉絲 在大埔 不要說哪一檔 他做麵檔 他正如說 他七八年下來香港 我講過這個故事 在官行跟別人 跟親戚 賣 行仔 大排檔 形式賣麵 好 做了兩三年 他的親戚移民 那時候八十年代頭 就頂檔東西給他 也是兩萬元 這樣頂給他 就是自己有 你拿去做吧 他跟我說 一回答就八十年 八二三年了 香港開始 真是經濟棒棒 真實實 他一天 做七八千元生意 過了檔口 大家搞清楚 那時候 一兩兩三元 一碗年 那為什麼做七八千元生意呢 第一 那時候人們很年輕 勞動階層 可以吃 第二 找到來就吃 是啊 最重要 好了 人厚多 那時候的人 譬如我們小時候 我們讀書沒有錢的 我們那個年代 正我想也不會 我們會吃正面 有正面 人家不會笑你的 楊春麵? 什麼正面 就是牛雜河 你現在哪有人說 會是正河 不會的 還沒聽過 還沒聽過 你不要加不加濫汁 你一定有聽過 很平常 那代那代人 但是 那時候見到一些人 我看到那些哥哥 叔叔那些 喂 什麼 雜河 整碟豬手來 我到現在都很懷疑 不肯明 有關我喊了碗 譬如是南河 有四塊牛腩 譬如是四塊牛腩 35元 為什麼會喊到牛腩 腳那是十塊 為什麼那些牛腩 一百三十元,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大碟很多 是不是真的大碟很多呢? 我看上去真的覺得不是 你豬手麵,四十元,有兩塊豬手 你叫豬手,七塊,八塊,好嗎? 那你沒理由,你還有九十八的 因為我還有麵 我都不明白 但是那時候,你看他這樣說 他那時候一天可以做七八千元生意 好了,現在 四十多年後 賣四五十元一碗 五六十元一碗,所以起上來 他說七八千元都是那麽在價 有時好些是皮靈的,因為你沒辦法 你說到市好些 炒上兩萬點,雖然這段時間都是這樣 那就是大升 大升是多少?二十點 是不是二十點? 你來來去是這樣,就算不要這樣 就大升了 就算由一萬七點炒上兩萬二三個 那幾天,你有沒有看到 那市面很老實地說,那幾天呢 我告訴你 我留意的是真的多一些人 多一些人 短短幾天 你現在,我最常有的 大家真的 其實我有幾個地方吃飯 那我為了泊車容易 那我少會去九龍城,少會去佐敦道 因為佐敦道對我來說都是泊車容易的地方 其實這樣已經很令人害怕了 你佐敦道怎麼容易泊車 我下去,譬如我放一輛車 8點、9點 我做完節目9點多 我放在百駕市街 我放在廟街 當年是近尖沙咀的 百駕市街 甚至是甘肅街 等等等等等等 接著那兩旁麥,其實有很多食肆 什麼牛王星啊 有很多的 是真的沒有客人 只是一、兩台客人 大家出去看看 我真的不明白他們怎樣頂到 那你這種環境 這種氣氛 所以你說 路友記所說 他們賺錢就是七、八、九十年代 賣兩元碗 好賺的現在賣 五十元碗 那時候你想像得到 他做七、八千元生意 一個月做二十元 那時候租金便宜 或者行業不用付租 人工便宜 真是一、兩千元的人工 但是那時候一、兩千元 他又很好用 科家便宜 又沒有大陸的輸入性通脹 所以他很容易 賣樓 因為樓也便宜 幾十萬一層 現在想一下營商環境 大家經歷過 你要明白 你們在那時代 那種幸運 不要說幸福 那種幸運也是很難的 現在說回來 白球工女還當年 當時有當時困難 但是的確那種種條件 是比現在好的 我沒有本事 我不會做生意 那你就實實實 打罰工 有很多工你做 有工都給你上 陷家產現在說到 很快 三年了 你不要說 將來 你就算說到現在 還是要農後四、五、四年半 四年半 我住劏房 先不要搞那些劏房 一個月給七、八千元租 很閒的 例如我一家四口 百多呎的 有個廁所 有個窗 你們說的 那些 減薄房 七、八千元 一年 我就九萬十萬 我就等四、五年 就四、五十萬 這些環境跟當時真的相差很遠 所以 那些什麼湯文亮 施永青 經常叫人買樓 沒有本事 沒有本事 不是不想買 買到才行的 即是說 我們那時候 我跟你說 第一層樓 我買的時候 我也很肯定 我會節省的 但是節省的 你計算是節省的 譬如 我們倆夫妻 找四皮 沒有 三皮 咦 樓價百多二百萬 六十萬 首期 那時候 幾十年前 三十年前 那些東西便宜一點 你真的有本事 一個月 一年已經十幾十萬 省下眼兩三年 你原來已經做了六十萬 又不是 或者 還有三四十萬 然後跟家人幫你十萬八萬 或者 政府有些不知什麼 或是政決案件公司 做擺成本 你是有機會上車 因為你的樓價百多二百萬 你老母 你上給他看看 而最可笑的就是 其實你的actual income 即是說你的實際購買力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問我 Operator可能比較熟 90年代 你做過Sales 那時候實際購買力可能好 那時候 那時候 最普通的90年代 90年代中 那些Sales 我當作一萬元 一萬元 也不用說了 那你現在是一萬多元 那麥價已經差很多元 那麥價差很遠 那時候買張報紙 不要說鬥 兩元三元 你現在十元十一元 十幾元 那兩回事 麥價都沒有不同 車價呢 車位 車價 不是啊 不要說車位 車價 巴士那些才貴得重要 以前我們 如果說90年代 我不說太遠 過海106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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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元 5-6元 可能不用 5-6元我當去 那時候90年代 你說現在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道 十幾元 一過海 那些人又住得遠了 又天水圍又等 搭一整整 我聽說一天來回車費 四五十元 一天 香港交通都不算很貴 那當然是 那當然 吵架 你搭一個站 例如在英國 兩磅三磅 那些 政府經常說 失業率很低 又失業率低 但你也要看看 生活的指數 消費的能力 不是啊 現在又說 想再檢補貧窮先 不要搞那些東西 又要轉低 他們當然想轉低 你問我 你問我 如果現在一個人 他們去到四千元才是貧窮 我問你一個人一片東西都貧窮 四千元還少過外傭 你問我 老實說 真的不是說什麼 你真的是 你如果一個人 一片東西 我都覺得是貧窮 在香港 我不要這麼極端 他們的貧窮 說到要沒有飯吃 但如果你說 我一個人 我自己住的 我立刻劏房 五六千元 你真的有權 真的要買隔夜麵包啊 真的要去那些銀行的 你怎麼搞啊 是吧 我敢提供一些東西 好了 在這個時候 你看今天的新聞 你真的 我真的不懂得說 真的去到不懂得說的了 已經 當國發展局 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準備在灣仔 北海濱 用地興建 大型的 建設計劃展館 建一個展館 用來介紹 北都和交議州人工島 即是北部都會區 和交議州人工島 預計造價 六七億 明年會動工 2027年 體用 第一件事 我們其實民間不斷不問 政府不斷說是會繼續的 其實大家去到 今時今日這樣的環境 是不是真的覺得 這個北部都會區 或者交議州人工島 是這麼重要呢 首先 移民人口又在走 你說不是 我們會被人進來 你這麼有信心 真的有這麼多人進來 我不要說什麼 你現在有 我們這樣說 不是每個人拿福利的 你媽媽 你不拿福利 你真的想著 找五千萬買層樓 給別人移民 我這些精英 你媽媽 老實說笑死人 我五千萬買層樓 來投資移民那些人 你身家起碼也有幾億 是不是 我幾億 我用不需要買來香港 Tell me please 我用不需要買來香港 說真的 如果我想著 我拿著一千幾百萬 來投資移民的 不要說五千萬 一千幾百萬 我真的 數到十隻手指以外 我都未能數到你 是吧 我去河北 我去歐洲 有些小怪 有些葡萄牙 買個黃金超正 我不用拿護照來 可以不可以嗎 馬神某 就算是 喂 馬來西亞 MMEH 我移居 我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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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多地方選擇 你有沒有找一塊鏡照 真的欺負這個樣子 好了 算一下 你說要搞 北都 還有郊爾州 錢從何來 當日 林鄭現在說 哎呀你們不要這樣想了 其實 只要我們出來一集 什麼發展商 什麼合作 就是 現在的發展商 拿到地 要保地價 是嗎 要給他們他們回來 你還是搞 你搞吧 你認為 喂,難道現在一時之間,我們又犯上,我又犯上,好像當年的曾蔭權那種 那種後知後覺嗎?難道因為現在一時的市道 現在是不是一時的市道? 另外一個話題呢? 這個就正所謂究竟是結構性,還是階段性 我當然認為是結構性 你說有沒有外維因素影響?是有的 世界經濟,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結構 如果不是以香港復原林林,以過去的經驗來看 他沒有理由是會比我們鄰國亞洲復原得慢的 我們正常來說,一定是快的那種 是不是?好了 你明白了嗎? 結果你們認為,判斷不同,我認為是結構性 可能你認為你是暫時的,這是一時之間 將來會好的,所以你要做好一些地 在這個環境之下,你做吧 晚一點,你做吧 你用不需要拿7億出來建一個展館? 各位網友,可能有些人會明白 有些人就不明白,我簡單地說 我們去馬來西亞就最多這些了 有個project去賣樓 因為那裡地價便宜,二人工便宜 於是人家在一個樓的地盤,香港很少 香港最多在商業大廈找了一兩層來做 但是人家在外國,在馬來西亞,或者我在加拿大也有見過 人家的project,我們是做賣樓的 是真的建一個展館出來的 展館裡面可能真的有一間屋,或者有三五個單位在裡面 是示範單位 是示範單位來的 當然,因為人家的地價,人工各樣便宜 他的利潤是足夠cover的 而且這個是商業行為 人家整個展覽是吸引去買樓 是的,而且這個是商業行為 他要生要死,他自己計算 對不對? 你老母,你六七億 你是吸引誰來 來做什麼 老實說,早來投資的人 那些地產商是不需要看這個展館的 有心中有數,或者政府賣樓跟他們談 大家幫幫忙 我們現在上去談就搞定 那你是不是要什麼呢? 你是不是要convince市民 於是他們支持人? 又不用了 你想做就做 你為什麼要浪費這六七億呢? 香港很有錢 很有錢也不是那麼浪費 財政署剩下多少 我真的不明白 你搞什麼? 你搞什麼東西啊? 還有,說真的 Just in case 你真的上到馬 這個交易州 或者這個北刀 這個就會拆的 完成了 這個計劃 這個是什麼事情? 你浪費到是怎樣? 你不要經常說人家 你不要惡意 我現在真是善意 我給你意見 不要搞 我想問 北刀 北刀會南大嶼 這兩個項目 每個項目 你的預算是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他都沒有說過 我真的不知道 北刀會從來沒有說 南大嶼呢 我真的不知道 之前講五千億的 講講一下都說 其實那條數會都不update 就不再講了 喂 不是啊 你們現在繼續做 但又沒有時間表 那你什麼時候動工啊? 開工啊? 什麼電機 找你的阿超哥 撥個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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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到海裡 現在撥錢到海 撥泥 你怎麼搞啊? 喂 我們立好多歲的 一年 我們要換來的服務 都起碼 OK啦 fair 隨便啦 你怎麼立的 差不多這樣 你不會說的 何永賢 啊 做事快啊 他說 喏 減撥房最快 明年年底 明年年底 現在也是年底 2025年年底 就開始登記 分開兩個界點 一個叫登記 然後大約呢 在2006、2007開始 就會有一個寬限期 先登記 登記很簡單 他說儘量簡單 簡單得怎麼樣呢 你只需要登記你業主 只需要登記你姓名地 子單位面積 屋內設施等基本資料 登記了之後 你就有寬限期了 不登記就寬限期也沒有的 在寬限期之內 你可以透過測糧師 建築師 工程師等合資格的專業人士 去糾正和簽名核實 喏 因為他的細節是沒有的 我想我大概用我的常識 去理解一下 你登記了 你登記了 那你找一些 七糧師 建築師 工程師 去核實理的單位 有沒有危險 因為資料不夠 究竟是有沒有危險 還是合不合資格呢 合不合乎建築規矩呢 他沒有講清楚 如果你說合不合乎現在的建築法例 我夠膽講 他全部不能合 OK 那如果不能合別人 就不會跟你簽了 你要去改 花夠錢 或者他說不是 可以的 只要沒有即時危險 我們可以容忍 我不知道他怎樣 因為他沒有透露更多的資料 他是寬限期 他是寬限期 那究竟 你在寬限期裡面 你找人去簽名 那他要基於什麼來簽這個名 如果說現在的 那些公屋 那些劏房 我夠膽講 全部都不合現在的建築條例 全部都要裝修 肯定不合 是不是全部要整過 不整就屌你了 人家不肯簽名 屌你了 老實講 然後 你說 如果你登記期之後 OK 你不登記 我們會執法 寬限期之內 你不搞正些東西 他們執法正些東西 在過寬限期之後 都會嚴正執法的 而何永賢 他說 他預計 因為未來有足夠的土地 和房屋供應 他假設 四成的劏房住戶 會繼續租住 劏房 相信現在 十萬個劏房裡面 有三成不合格 他真是好 如果你說只有三成不合格 即是有七成會合格 即是現在的合格 或者將會改到合格 你真的很樂觀 我真的不知道你為什麼 會有這個數字出來 不過我猜他 設定標準很低 很低 八十尺 有窗 廁所 搞定 到時 發覺為不想對路 標準就不斷移 就是 剛才簽個名 不斷移 老實說 你說雙上有七成 我真的不知道 一是七成 十萬個劏房單位 有七成可以繼續 有七萬個單位 他說 預計只有四成劏房 亦需要繼續租 單位 所以政府覺得 不單止 你們擔心租金 因為沒有供應 租金會 升 他說 不會 還覺得租金會 跌 沒有新租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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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越來越多 他沒有計算這些數 越來越多 我告訴你 如果 到時候 又是 張貨就價 即是說 哇 那樣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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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子也叫做窗 那樣子啊 總之他就 要不然 那樣子就走出來 他搞這麼多事情 勞民傷財 是不是真的能夠改善到 很多人的生活質素呢 於是 因為他一盒合了 那些不叫劏房 叫簡泊房 你有沒有 喂 你怎麼叫 解決了劏房問題啊 喂 從頭到尾 那些市民就是這樣 那樣子啊 你實事求是 好像你說 你過渡房屋 要花這麼多錢啊 昨天有網友跟證 我說不用 不用 八十萬 八十萬 三萬九千間 都二百多億 喂 你真是用來派給那些 即是輪候公屋的人 用來租金津席就好過啦 喂 老實說 你怎麼說都好 我仍然是堅持 他這個 這個規管劏房這個政策 一定是 疑笑大方 又是被人恥笑 為什麼呢 有些事情 人家不搞 這麼多年在這裡不搞 就自然有個原因的啦 你搞到 後來也不知道是怎樣的 又不了了之 喂 可以潛建的 港英政府這個有問題的 骨灰鵪是 劏房是 如果你有基礎要搞好 你要準備好 喂 真的有這麼多屋 被人住才可以 當然要建公屋 好了 好了 今天 超哥 出席行會前紀念記者 記者說 問他 喂 的士司機為例寄分制 實施至今的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 黃金洲 仍然有這麼多的士 在西貢那裡居客 超哥沒有直接回答 他說 至今已經有四個司機 紀念十分 包括攬收車子 以及他在等行為 這麼多 老實說 真是去講 否則我真的不知道 這麼快 有四個司機被人扣了十分 那你又要去想 糟糕你了 究竟那些什麼是司機來的 你這樣去你都照來 是啊 糟糕你了 那是不是真的價錢太低 香港人不搭 於是會去遊客呢 喂 老實說 我就不會說特別去撐的士司機 還是怎樣 這些呢 就一定不用說了 但是呢 我又不明白 對付這些我覺得 真是很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你們又 這麼鬆手呢 你問我 我真的鬆手 我覺得是 鬥爐 改標 不給收據的那些 可以罰 我認為這些可以有很多情況 那 是不是要罰到三分五分那些 就大家去 商量 但是你說他再 蓋旗 選客 即時屌 你不停牌啊 這些 沒得爭 那當然 最公道的 就是 那個cam 那個車cam 我希望到時候不要說 你一有什麼事的時候 那支司機會說 今天到車場開的 剛剛的車cam 壞了 當然 有些平衡有很多 什麼私隱等等的 不過 你問我呢 那些 都是直入行業的 的士 好了 又問他 本地多家大學 早前發現有學生懷用假學力 阿超哥怎麼回應呢 他說 任何違法行為政府都會按法嚴厲打擊 政府正在推動留學香港和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樓樓 所以會積極配合措施 他說 知道有中介位賺錢而不擇手段 執法部門和大陸單位共同打擊有關違法行為 而大陸也要加強審查制度 在審學歷時加把勁 說真的 這個呢 你們又開始把自己 中一個兩難的問題 特別是大學 加把勁叫你倆沒那麼多輸錢 那你政府有沒有那麼多錢給我 你不如 那去到現在怎麼辦呢 去到現在 所有東西 你問我 就非常簡單香港人知道 就是你的規矩沒了 你的基礎沒了 如果你不是搞到今天這樣 你當然有一定的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你有沒有學生來香港 喂 現在為什麼沒有歐美學生啊 是不是現在完全沒有學術研究完 是不是完全沒有學術自由 不是啊 喂 我去讀書而已 屌你怎麼有旅遊警告的 在那裏 都差很遠了吧 喂 入境的時候 不要帶什麼電話 換句沒電話 那你不想 我去來幹嘛要讀書呢 這些是基礎 你現在屌你倆都沒有 吹個梯頭 屌你倆都沒有駝尿 看不到 不想尾 你沒得搞啊 於是你不就要去吸收那些 能力沒那麼夠 或者 經濟條件沒那麼好的學生啊 喂 我不斷貼也不是辦法的 那你就睜眼開睜眼閉 學校啊 老實講 現在講 那麼多去 假學歷的 甚至乎如果大家跟這些新聞我們都不講 喂 他們那些 連考試都跟你搞了 甚至乎市場人識別了之後 他可能甚至乎有人跟你改捐 這是很龐大的 集團來的 進入去 他這樣的 質疑 你猜那些 講師啊 教授啊 能否認識到呢 為什麼沒有人出聲 那麼多年 還有15時不要學生啊 那些下來做教學助理啊 那些更加啊 做教授大陸那些 他本身是 什麼質疑啊 不是啊 其實如果講那些 不是這幾年了 是這十年了 是這十年了 很多大專院校啊 下來做事的那些 都是 我們偉大國內同胞來的嘛 是吧 他們那些 究竟有什麼質疑啊 你猜大學知不知道呢 又是睜眼睜眼閉 你呢 真是好難搞 休息一會 就這樣 我以為你 要不要學著 這個 以為你是 傅 有 我 你的